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最近中國古院道出了中國大人們對小孩子未來的期盼 那到底如何成龍成鳳呢 寶寶們要能夠成龍成鳳 最重要的是他們就要健康的成長 最近歐美非常盛行的嬰兒按摩 研究已經證實了 他的確是可以舒緩孩子的壓力 讓他們放鬆能夠有好的睡眠 同時也跟大人建立起非常好的依附關係 協助他們有安全感有自信的成長 小寶貝常常給大人出軟體 例如發燒、長腳痛等等 那我們從古今中醫推拿的點擊智慧中 發現了許多 處理小寶貝身體不適的輔助手法 我們還配合了一些中醫的 要善、善食、師父、要育等輔助方法 幫助小寶貝的身體不適得到舒緩 除此之外呢 我們小寶貝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難免會碰到一些意外的狀況 例如最近的復興航空空難事件 有一個爸爸就用CPR把他的牌子從鬼門關前面救回來 所以我們在這一門課 我們也要教各位同學學會 CPR的心肺、復蘇素和梗塞的急救法 協助將來有一天 如果小朋友外衣真的有了狀況、有了意外的時候 然後可以立刻協助他們處理他們這些意外事件 好,所以我們同學在這一門課 除了學會這些中、C的輔助手法和急救法以外 我們還結合了兒歌、童謠跟故事 讓小朋友在輔助的過程裡面 這個活動能夠更活潑 接受度更高 所以也能夠提升他的語言發展跟多元智能 所以我們這是一個全面性的協助小孩 健康成長的輔助課程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跟著樂妍老師 視為老師 一同進入小寶貝健康成長輔助秘訣的世界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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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